当今大马昨天报道 前财长达英家族通过离岸信托 掌握数亿令吉的海外资产 这则调查报道激怒了达英的妻子奈依玛 她甚至通过律师楼发文告 不抵明的抨击一家网络媒体的报道 喊杀摄影 玷污了他们的名声 当今大马昨天独交报道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揭露 外界文件显示 达英切尔在海外成立的信托ZA Star Trust 截至2020年持有的资产 高达5256万美元 约2亿4千多万令吉 不过那一马不点明地表示 报道让读者产生错误印象 以为相关资产是非法所得 她强调 我们不曾隐瞒在海外拥有资产的事实 这些资产是达英1984年 涉足政坛以前的合法经商和投资所得 那一马反问 报道没有点出其中的犯罪元素 为何还要刊登 她质疑报道错误而且不道德 甚至因此造成人格谋杀 而且不应该尝试以指控的方式 谈论某人的个人财务状况 反贪会目前正在调查达英资产来源 更在上个月查封了达英家族持有的灵感大厦 可爱吃药 謇杀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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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